- 飞船出了点故障,我们得马上修好才行。 - 漫年,要不我们先找个星球山停一下吧。 - 这里有块空地。 - 这地方不错,我们先在这里着陆吧。 - 多么安详的夜晚了。 - 对了,要是能看到流星就好了。 - 那什么? - 算了,管它什么呢。 - 如果我等得够久的话,今晚我可能就会看到那颗流星。 - 又是美好的一天,马特卢,马特卢。 - 醒醒,天都亮了。 - 你要帮我整理一下昨天咱们从花园里捡来的石头。 - 快点,马特卢,醒醒。 - 好了,姐,你已经帮我吵醒了。 - 快点,马特卢,动个马里点。 - 来了,来了。 - 今天天气太好了,咱们别错过了。 - 早上好,妈妈。 - 早上好,奶奶。 - 早上好,马特卢。 - 早上好,马特卢。 - 你们今天觉得早,我们有时间吃早饭了。 - 不吃了,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。 - 我要和马特卢一起用昨天捡的石头张食花。 - 我先去跟爸爸说声早上好。 - 哦,马特卢已经出去了。 - 我马上就回来。 - 我有件很小的小事忘了错了。 - 妈妈,爸爸今天去哪儿了? - 昨天晚上她又看星星去了。 - 要是她没在房间的话,那她肯定在车里。 - 看星星的时候直接睡着了。 - 我把石头放在车旁边的篮子里了。 - 咱们先去拿篮子吧。 - 早上好,爸爸。 - 早上好,爸爸。 - 马特卢,你真是。 - 我一直都爱病了。 - 但是尤玛她一直不行。 - 你怎么还在睡呢? - 不是说好了一起用石头装饰院自己的花吗? - 行吧,你就继续睡吧。 - 还有你尤玛,你也继续睡吧。 - 我自己去做。 - 马特卢不应该聊一下这些石头的尺寸跟大小是否合适。 - 要是她在就好了。 - 早上好,小蝴蝶。 - 你是要去我们家的树屋吗? - 你知道吗?我也正准备去那儿了。 - 来吧,咱们一起去。 - 你在天上飞,我在地上走。 - 后女飞得这么快,我必须要跟我爸爸一样大不留心地走。 - 早上好,小蝴蝶。 - 我和妈妈,爸爸,还有我弟弟马特卢一起去了海边。 - 我一整天都在岸上捡各种五原流色的小石头。 - 现在让我用它们来装饰装饰你吧。 - 你一定会喜欢的。 - 我的篮子去哪儿了? - 这是什么玩意儿? - 这是我的篮子,没错。 - 但是它什么时候长出了一只眼睛。 - 谁,谁在哪儿? - 你好。 - 你好,我们下来了。 - 你们是谁? - 没事,没事儿,你不用害怕,我们没有恶意。 - 真的? - 那我们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。 - 没问题,我们先认识一下。 - 你们好,我也想和你们成为朋友,你们可以叫我南娜。 - 我的名字叫曼妮,你可以叫我曼妮。 - 我的名字发音是你。 - 你们的衣服看起来有点怪,不过挺酷的。 - 那是因为我们来自一个遥远的星球。 - 那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呢? - 我们是坐飞船来的,它就停在你家后院。 - 那么欢迎来到我们星球。 - 我现在觉得好激动,我们与本地居民进行了首次交流。 - 咱们必须记录下这一刻。 - 快来,咱们录下这一刻。 - 可以请你看下这边吗? - 楠楠,来自这个蓝色星球。 - 这儿不叫蓝色星球,这个星球的名字叫地球。 - 地球。 - 地球。 - 马特鲁宝贝,你能帮我把这些盘子放到桌子上吗? - 交给我吧,妈妈。 - 哥,爸爸给我买了这个尺子。 - 我要量一下盘子之间的距离,然后把它们放得整整齐齐。 - 所以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地球对吗? - 如果你们需要帮助的话,我是说如果,那我很乐意帮忙。 - 哦,我们的飞船坏了。 - 小事,我爸爸有一个工具箱,他肯定能帮你们修好它。 -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找它,然后我向他介绍一下你们,你们觉得怎么样? - 你是说你爸爸可以帮我们修好飞船,然后我们还可以问你所有我们想知道的事情。 - 走吧,我们现在就去找爸爸,我爸爸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 - 亲爱的,亲爱的醒醒。 - 妈妈。 - 啊,是你啊。 - 我叫不醒你爸爸,要不你试试。 - 没问题,我本来也正要去找他呢。 - 那个爸爸,我想跟你介绍一下我来自外太空的朋友们。 - 啊,外太空?怎么可能?他们在哪儿? - 他们就在这儿呢,爸爸往下看,这是我爸爸,那是我弟弟马特鲁。 - 这是我的两位新朋友,米妮和曼妮。 - 孩子们,你们好,欢迎欢迎,见到你们很高兴。 - 你好。 - 爸爸,他们的飞船坏了,所以迫降到了我们的花园里。 - 他们需要借用一下你的工具箱,他们能在这里待一会儿修理他们的飞船吗? - 你不会反对吧,爸爸。 - 当然没问题,宝贝。 - 我的工具箱在车库里呢,快点去那儿取吧。 - 对了,别忘了请他们一起来吃早餐。 - 快去,把他挪快,再拿两个盘子回来,告诉你妈妈我们要招待来自外太空的客人,快快点会很开心。 - 奶奶,你家的飞船可真棒啊。 - 跟我们的飞船不太像,按钮这么少,操作起来很越方便。 - 这是我家的车,我们可以开车去各种地方,这个是我爸爸的工具箱。 - 你可以随便使用里面的任何工具。 - 那在你们修飞船之前,咱们先一起吃个早餐吧。 - 你们也会见到我的妈妈,我相信她肯定会喜欢你们的。 - 太棒了,我突然间觉得好饿。 - 我想我可以用这些工具来修好我们的飞船。 - 嗯,上次飞船坏了的时候,你也说你可以修好。 - 然后我们就被困在那颗粉红色的星球上过了很久。 - 如果你们也能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,那就太好了。 - 不过我得先问问爸爸妈妈的意见。 - 如果他们同意,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任何你们想知道的事情。 - 太棒了。 -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,我说的是真的。 - 他们刚才就在这儿,马特鲁也看到了。 - 儿子,我说的对不对。 - 你的意思是说,他们是两个小孩都会飞,因为他们来自外太空。 - 就算我亲眼看到我也。 - 啊,什么。 - 你没事吧,妈妈。 - 你还好吧,亲爱的。 - 我没事,我是说我应该没事。 - 发生了什么。 - 我没什么,别紧张。 我妈妈第一次见到你们 所以有些反应过度 看妈妈 他们是我来自外太空的新朋友 很高兴见到你们孩子们 你们真是太可爱了 爸爸妈妈 他们可以在这待一段时间吗 我举双手赞成 就让他们留在这吧 我们可不能让客人流浪街头啊 我现在就去给他们准备住的地方 耶 那他们住哪呢 住在花园里的树屋 怎么样 好住一爸爸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太棒了 也太棒了